她追了我六年,让我特别的感动。 追我的时候呢,她真的对我特别的好。 但是当硬和她在一起之后, 我就发现她之前对我的好就好像是装的一样。 刚开始,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成熟的人, 觉得跟她在一起很舒服。 但是我们在一起之后,我觉得她很小孩子脾气。 我追求她的时候肯定是以她为中心。 但是现在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, 共同的是要考虑未来的生活, 我希望她可以明白这一点。 她现在处处和我计较, 一遇到问题,要么就和我发脾气, 要么就是冷战。 之前对我的好,现在也全都没有了。 现在的她让我很难接受, 我真的有点后悔当初答应和她在一起了。 有请这对情侣,有请。 阿德,23岁,来自广东,保险讲师, 有请阿德。 小婷,23岁,来自广东,模特儿, 有请小婷,有请。 欢迎两位啊。 阿德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,是吧? 对。 对面的女朋友追了多久,告诉老师们? 差不多六年多。 好了多久啊? 两年多。 一共八年。 这不是挺好的吗? 在一起了,怎么了? 就是最近发现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。 男生觉得女生的情绪越来越大, 女生觉得男生有变化吗? 她是对我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, 就不是像当初那样子, 对我一如既往的好了。 那就说说吧, 哪些具体的事儿? 谁说? 对,因为我们就有认识了, 有这么久了嘛。 刚开始对我就是照顾到那种很无微不至的那种, 因为我是一个手脚比较冰凉的人, 而她也会经常就是去寻找一些中草药给我泡脚, 或者是做一些按摩, 然后一些煲汤啊, 然后给我暖肚子什么的, 这些都是很主动去做的, 然后到现在之后就不愿意了。 宝宝男人这样做不容易啊? 对,到现在就不愿意了。 我现在也有做啊。 对,以前就是一个星期一次, 然后现在一个月一次, 而且还是我叫的, 她不是主动的那种, 然后她做完了之后, 就是还很不耐烦的, 就说了一大堆道理。 我现在也有把那些你泡脚的水, 我端到她面前给她洗, 但是就少了一些按摩什么的, 她就会觉得, 还给不给端水? 做。 只是不做按摩了是吧? 不是, 她也做, 就是以前比较比较平凡, 对她态度超级差。 你要微笑式服务, 对吧? 你是丧脸式服务, 这个不行啊。 而且还有就是以前开始的时候, 就无论我看电视, 看什么电视, 包括看动画片, 那愿意陪我去看, 由现在她就开始评判我, 看了电视剧怎么幼稚或者怎么难看。 我强救你了, 我都把大的电视让给你看了, 我自己去看, 那我那个小的手机你还在怎样啊? 她是这样子, 但是我也无数次跟她强调过, 我想我们可以一起看同一样的电视, 而不是说我在看我的电视, 而你在那里玩你的手机, 这跟两个人有什么分别呢? 那比如说我们男孩子, 我们比较喜欢看热水一点的, 他就喜欢看那种古装的言情的那种, 我就不喜欢。 那我也有陪你去看啊, 他有时候少一些, 就是以前比较古老的电影, 我也有看, 但是我让他陪我看的时候, 他从来不愿意陪我去看了, 现在就。 就那么一两次。 吃第二十次也算是一两次, 把他放大话来说小话了, 去买菜的时候也是, 就是他所谓的迁就, 我就说让我选择今天吃什么菜, 因为我是有一个选择中红症的人, 就很难选择嘛, 然后我天天万学楼说, 那就吃鸡肉吧, 然后他给我来一句, 要吃该用啊, 才不先吃云, 因为我就很恼火了。 但是我自己买菜的时候, 我跟他说, 你又没有想吃的, 他说, 你随便买吧, 等我买回来之后, 他又说, 这个不好吃, 那个不香。 那我事实是不知道想吃什么, 但是因为他做菜比较好吃嘛, 所以我说那你想吧, 只要不要吃苦瓜, 不要吃葱, 我都可以的, 然后他就给我说, 那我就买苦瓜吧, 我这样说。 那我买苦瓜是为了弃你, 让你说出你想要的东西, 那我挑三检设说, 那我不是也吃吗, 吃的最多最还的那个也是我, 我买之前我都跟你说了,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, 你都说随便, 那我随便买回来, 你就说我不想吃这个, 那我是不是吃了, 你是吃了, 那就是啊, 最后我就吃了吃的, 最多那个也是我, 姑娘, 他希望你是笑着脸吃, 不是丧着吃, 你知道吗, 我是笑着脸吃的, 但是我就吐槽一下, 就是一个意思, 我就是吐槽一下, 他又没有权力吐槽啊, 不, 他不是吐槽我, 他就是那种很认真说, 行吧, 那就今晚就吃苦瓜, 他就是故意要说, 我不喜欢吃的东西, 那我也没有买嘛, 我像买蒜苔炒肉一样, 然后买回来, 你又说蒜苔, 你不要跟我说那个, 我有吃的, 我并没有不吃, 你就把肉给吃完了, 然后蒜苔都留给我吃了, 那你是不是也有吃肉, 那蒜苔我是不是也有吃, 那就是啊, 好好好, 这吃一块肉也叫有吃, 吃一根蒜苔也叫吃, 咱不叫这个劲了啊,